用力的抽上一口 魅惑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所有有表现的楚楚可怜 不由的让人怜爱 面对于高副帅 他仅仅一个眼神 就直接让他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就连身后的老作家都忍不住 盯着他看 他也被眼前这个妖娆 妩媚的女人迷惑住了 可他知道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幸运的是 他就住在大漂亮楼下 这天他跟踪大漂亮 来到一个公园 捡起大漂亮刚刚扔的日记本 打开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这个女人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预言自己会在30岁生日那天 死在酒吧的某个男人手里 他已经找到了三个目标 只是还不确定凶手到底是谁 所以为了找出杀手 大漂亮决定在临死前 好好玩弄一下这三个男人 不久后作家拿着笔记本 找到大漂亮 他想把大漂亮临死前的经历 写到自己的小说里 然而一拍即合之后 老作家在他家里面装了口音器 记录着大漂亮家里每天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被迷得神魂颠倒的混混 主动找上了门 找借口说自己是来修店表的 其实就是来讨好大漂亮的 结果一不小心弄伤手指 大漂亮一看机会来了 立马拿起她的手指开始安慰她 表面上是在帮她止血 实际上是让她近距离感受自己的温柔 此时混混的荷尔蒙就要爆发 可大漂亮就是不让她得手 因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这个女人太有心急了 为了查出杀自己的凶手是谁 竟同时和三个男人谈情和恋爱 跟混混单独在一起时 她表现的性感妖艳 妩媚动人 然而在餐厅吃饭 她大胆地脱下口罩 一口气吹过去 让对方用脸截住 这顿饭还没吃就已经饱了 跟高富帅在一起时 她又打扮着像邻家少女楚楚可怜 这郑重对方的口味 餐桌上优雅的举动 成功塑造出一个保守独立 单纯的女孩 然后又不停地用嘴唇和眼神 以及不经意间的各种微表情 吸引对方 并编造出一整套悲惨的绅士 说小的时候在国儿院长大 曾经有一个好姐妹在缅甸遇到了麻烦 帮帮忙 高富帅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 却不知她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之后她找到了混混 并给了她一笔钱 前提是让她在缅甸找一个人 来陪自己演一场戏 来骗取高富帅更多的钱 混混被她迷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高富帅也来到家中 混混假装自己是来帮忙修电器的 然后找了个借口离开 可当高富帅走进屋内 刚刚性感摇艳的她 竟然以闪电般的速度换了身淑女装 原来高富帅是来告诉她 缅甸那边没有帮上忙 她表现得楚楚可怜 她摘下了自己的耳环 想让她帮忙卖掉 然后换取钱 并打算亲自去往缅甸去救朋友 整个流程演的跟人真的一样 高富帅一看她这么可怜 为了朋友竟然这么用心 她决定陪同她一起去 然而到达缅甸后 对方说要六万块钱才能帮人 高富帅一听也没多少钱 答应替她给了 她又补充一句是赢棒 高富帅一脸懵 不过爱因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拿了 之后她继续利用混混 让混混举和高富帅诉苦 说她现在每天以泪洗面 找不到闺蜜都想轻声了 高富帅一听这下不但停了 于是她便来到大漂亮家里 非常抱歉地说 自己没有找到闺蜜的消息 并且拿出了一大笔现金 抢塞给大漂亮 作为回报 大漂亮给了高富帅一个深深的闻 接着大漂亮拿着这些钱 去和作家旅游 调人生谈理想 然而大漂亮对待作家 这种老文情也是有一套 每次见面都要保持距离感 从不做出格的事情 渐渐的作家也沦陷了 晚上大漂亮邀请作家 在天台上跳起了广场舞 在优美的舞则下 作家终于也拜倒在了 她的十六群下 不到一个星期 三个男人都已经被她掌控 比30岁生日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 是时候开启最终计划了 这个女人手段太狠了 一个混混怒气冲冲上门 找她算账 她立马拿出几大钞票 告诉混混 这些钱全是你的 混混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她又说了一句 现在连我也是你的了 她允许混混先尝尝鲜 说了只是尝尝鲜 就一下而已 我的天 这手段真是太高了 本来还生气的混混出了门 竟然开心到在雨中蹦迪 打发走混混后 高富帅又来到大漂亮家中 大漂亮又故意装作 楚楚可怜 待高富帅彻底沦陷后 她又换了一件白色羊毛衫 她对高富帅说 这是她的第一次 谁料高富帅还真的信了 第二天高富帅就跟她老婆提出离婚 但她却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入了她的陷阱 大漂亮30岁生日这天 她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以混混女友的身份 来到飞标比赛现场 同时也邀请了高富帅跟作家 比赛时 大漂亮还不忘当着混混的面 和其他人搞暧昧 这一下引得三个男人差点没打起来 最后高富帅省心的转头离开 混混以为打败了自己的情敌 开心的大笑 没想到被大漂亮一把推开 转头就和其他男人亲了起来 混混也因此输掉了比赛 恼羞成怒的混混认为自己被耍了 高富帅也觉得自己被骗了 无处发泄的两人在车旁边打了起来 而作家则在一旁看到了这一切 晚上他独自一人回家 又看到那辆经常出现在梦里的黑色汽车 为了弄清楚凶手是谁 他缓缓地走向那辆汽车 他猜测车里的人应该是高富帅 或者是混混 可当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作家 原来混混和高富帅刚才在这里打架 最终还是作家把他们两人劝走 而自己却坐在车里等着他 接着作家拿起锤子解决掉了大漂亮 他把大漂亮带回家中 把小说稿子放在大漂亮的胸前 自己可吃下毒药 躺在他的身边 在作家的行李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正值成功的帅哥 落魄无耻的渣男 迷离病态的作家 还有富有吸引力的女主角 把女人不坏男人不爱演绎到极致 看起来很荒谬 但实质上真的没有什么男人 可以逃脱这样的诱惑 如果是你